水煮花生不入味,教你小窍门,更香更入味,比大排档的好吃多了,水煮花生可以说是夏天大排档上最畅销的夏酒小吃,特别现在是世界杯期间,露天大排档,一台大电视,一堆堆的球迷朋友,喝着啤酒,吃着花生为自己喜爱的球队加油,真是很爽。 我老公常对我说,他是多希望能像以前那样,在世界杯期间和他的酒肉朋友过上这种潇洒自由的生活啊,可是现在不行了,他老了,结婚了,还有了小孩子,当然不能常有这种夜生活了,可是我还是很贤惠的,他可以在家看球啊,啤酒是有的,花生当然少不了,并且我煮的花生不一定比外面大排档的差呢? 花生又称为常生活,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丰富的维生素B2、PB、A、D、E、钙和铁等,常吃花生能充分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素,由于花生中含有十种小孩所需的氨基酸,小孩常吃能促进身体发育,和提高质量增强记忆,并且常吃花生还有延短衰老,降低胆固醇和防癌的效用, 所以说花生是适合比家大小吃的家常健康食材,花生的做法有很多,可以炒,可以煲汤,可以煮,甚至可以炸,可是这几种做法中,最健康,最能保持花生营养的做法就是水煮,可是花生水煮不容易入味,可能就是这个原因,很多人在家不喜欢水煮花生, 今天肉肉厨和大家分享,水煮花生如何更入味,更好吃的小窍门,想学的亲们,要认真看我以下的文字了,保证你一学就会,一看就懂,水煮花生材料,新鲜花生500克,姜片3块,干辣椒3个,桂皮1块,香叶3片,八角4个,花椒15粒,操作过程, 一,新鲜花生买回来后,用清水把表面清洗干净,直至清水洗后不浑浊为止,然后我们用手把花生头部的壳捏开一个缝,这是煮花生入味的一个小窍门,二这次我煮花生用的是一个砂锅,我觉得砂锅的保温性好,煮出来的花生会更香,先把姜片,干辣椒,桂皮,香叶,八角,花椒放入锅中,然后再倒入花生, 加冷水,水和花生比例大概1比1,最后加入盐建议加稍微多加点,花生不容易入味,冰糖几颗,三,大火煮开后,盖上盖子小火焖煮20分钟即可关火,不能煮得太久,太久花生的口感就不好了,关火后,再浸泡一到两小时,让花生充分吸收汤汁的味道,四,两个小时后,味道鲜美,非常入味的水煮花生, 花生就做好了,如果花生一次不能吃完,可以放保鲜盒在冰箱冷藏,在保存的时候,留一点汤汁一桶冷藏,这样隔天再吃,花生不会冰干,影响口感,并且味道更浓,更入味,更好吃,比外面卖的还好吃,大家不妨在家也试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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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